原住民文化也可以很时尚 台湾第一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日前举行记者会 宣告周末9号10号将在花莲富有清创园区举行 期盼借由邀请原民产业经分子 深化产业设计与经营 将花莲打造成为台湾原民时尚产业之都 台湾第一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即将在12月10日至11日 与花莲富有清创园区举行 6日举办记者会 期盼透过论坛 让花莲在时尚与原住民文化 触发新策略新视角 成为生活技能和艺术美学兼具的城市 透过这个时尚论坛 我们谈的不是只有服装 我们谈的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态度 在这个20年来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艺术家在每一个台湾的角落跟土地上 努力而且是坚持 而且是带着热情 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一些热情的态度 成为一个时尚 是一个独特性而且无可取代性 你非得来到花莲 你才能看到世界中花莲的美好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然而当代的艺术 当代的时尚 当代的所有 我们都必须跟很多的 我们的部落各族群 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讨教 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数位影音 及时的保存 给我们做很大很大的文资的参考 以及考据 如今中奖主持人 也是服装设计师的吴秀梅 策办这次论坛 还邀请艺术家优席夫 花生梢执行长林德利 知名杂日前总编辑卢淑芬等产业精英 共同探讨花莲时尚议题 透过经验分享和活动参与 期盼成为每年花莲的时尚产业代表性活动 将花莲美学再进一步提升 记得长帮艳获临时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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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